2001年剛剛與袁詠儀結婚的張志林,接到了一個陌生號碼的電話。電話那頭的人傲慢的說道:"我花了一百萬養了你老婆兩個月。你的妻子身體狀況很好。 張志林聽完後平靜地說:"除了那前,你還能給他什麼?每個人都有過去,我不在乎。我只是恨自己沒有早點認識他,不能保護他。 說完,張志林掛斷了電話。轉身緊緊地抱著了袁詠儀,輕聲說道:"對不起,都是我的錯。這份沉重的道歉,承載了太多太多。包括袁詠儀不坑回首的過去。張志林一笑而過的責任,還有他們共同面對未來的勇氣。有人說遇見張志林是袁詠儀的福分。但在張志林的心裡,他始終覺得能夠牽著袁詠儀的手。 是他幾輩子收來的福氣和運氣。張志林出生於香港。他有一個常年在愛經商的父親。還有一位獲得香港工業展選美冠軍的母親。 如果回到上一代,張志林還是有一些混血基因的。因為他的祖父曹約翰是華裔德國血統,他也是香港最早的演員之一。 至於他的叔叔曹查理,就不用說了。他在好風與皇帝,早已是香港的權勢人物。所以,張志林說起的愛表和徵賞的演技似乎走了源頭。 他成功繼承了家族的優秀基因。為自己積累了足夠的硬件裝備,隨時準備進軍娛樂圈。 但父母給予的這份信心,在張志林十四歲時戛然而止。在張志林的記憶中,從他記事起。父母就一直在爭吵不憂。直到有一天,兩人不顧張志林的反對,一直吵到了婚姻登記處。 得知父母離婚後,張志林在家裡瘋狂哭一,大罵。因為他知道父母離婚已未著,他不再有家。所以他不允許父母如此不負責任。 最終,在張志林的努力下,父母無奈選擇了再婚。然而破裂的關係很難覆合,婚姻更是難以維持。因此,不到一年的時間,父母再次不顧張志林的反對。第二次提出離婚。 這一次,無論張志林如何哭一,大驚小怪,都無際於是。他想要的家,徹底消失了。 從此,小時候性格古怪的張志林就消失了。他變得沉默寡言,不苟然笑,膽怯,自卑。甚至連眼睛淚的光都消失了。 但他的父親看不到這一點,於是他帶著張志林來到了奧大利亞。這個地方讓張志林感到更加孤獨。 於是,他開始四處尋找,尋找能夠理解並進入他內心的人或是。 終於,一段音樂傳入耳中,張志林感覺自己重生了。 伴隨著音樂,張志林逐漸變得更加自信。 兩次參加學校組織的歌唱比賽並獲得二等獎。 這也是父母離婚以來,他第一次感受到發自內心的幸福。 為了延續這份幸福,張志林決定追隨祖父和叔叔的腳步回到香港尋求機會。 當時,十九歲的袁詠儀已經登上了香港小姐選美比賽的舞台。 他憑借精緻的外表和身材獲得冠軍,成為萬千紮男眼中的百年花。 而張志林也不甘示弱。他簡單地收拾了一下自己。 就贏得了商業期才葉志明的青睿。 並親自為他和他抽疑,創作了一張專輯《現代愛情故事》。 事實證明葉志明的選擇確實是正確的。 這對進南美女的組合很快就登上了香港各大音樂排行榜的榜首。 銷量空前火爆。第一次嘗到甜頭的兩個人似乎都抑制不住內心的喜悅。 於是在舞台上深誠獻唱的兩個人。不由得衝破了台下愛情的最後一度防線。 他們的愛情雖然沒有拿到台面上,但是卻始終掛在張志林的臉上。 他的孤獨似乎被一掃而光。但許秋兒怎知道能夠治癒孤獨的? 不僅僅是他如水般的溫柔,還有他狂野帶膽的霸道。 1992年,張志林依依不捨地告別許秋兒。 匆匆跟上開往北京的火車。他要拍編成浪子,必須努力打扮得好。 才能給許秋兒一種獨特的安全感。 當時,袁詠儀以憑借美貌從富商羅少輝手中賺到一百萬,並退出商界。 他來到編成敗家劇組,準備發展自己的演藝事業。 當應盡瀟灑的張志林出現在片場時。 富麗堂皇的袁詠儀立刻失太了。 他興奮地說:「睡覺門,看完之後一起去吃火鍋吧。 就這樣,袁詠儀僅僅用一頓火鍋就成功讓張志林淪陷在他的寫流群下。 因此,不忍心看得許秋兒為愛陸類的粉絲紛紛湧向袁詠儀。 但說他是養眼的狐狸精。或許許秋兒以為自己的眼淚可以挽回張志林。 可以讓袁詠儀再遇到困難時退出。但袁詠儀卻不借摸認為。 他絕對不會放棄自己想要的東西。更何況是張志林這樣的水果。 所以,有著狐狸精精號的袁詠儀也不是弱。和張志林走到了一起。 許秋兒見狀,只能甘然放棄,任由自己的男朋友被別人搶走。 食物必須被人吃才能享受,人也必須被人吃。 張志林莫許沒有想到,他這個某某無聞的小人物,會在業內如此受歡迎。 但袁詠儀不僅懂男人,也懂女人。 他很清楚,張志林雖氣的外表是一把鋒利的刀,刺入女人的心。 所以,他非常愛、非常珍惜張志林這個他很不容易才搶走的男人。 1994年,張志林與朱欣合作射雕英雄傳後,袁詠儀再次吃醋。 看到男友和楚恩,在片場內外有說有笑,他就作不住了。 他以最快的速度,召集了眾多圈內好友。 舉辦了一場盛大的生日聚會。聚會上,他霸氣地向大家宣佈。 沒有人能奪走我的男朋友袁詠儀。 朱欣立刻明白了他的主權孫賢。 從此,他一看得張志林就想躲開,而張志林也沒閒著。 他跑到天地人片場,偷偷地和孫賢交換了個眼神。 與朱欣相比,孫賢的身份似乎更加敏感。 據說,當時張志林和孫賢正在片場拍攝天地人。 擔心的袁詠儀不時帶著好友劉曉彤到片場探望。 為了不讓孫賢像朱欣一樣對張志林產生興趣。 這一次,袁詠儀直接用自己的頂尖身手和孫賢成為了好朋友。 但女人多的地方,糾紛也多。 這是永恆的真理,所以當袁詠儀和閨密孫賢心愛的時候。 袁詠儀的另一位好朋友劉曉彤卻低聲說道。 讓你小心一點,孫賢經常向志林哥哥炫耀。 觸話說,說者無心,聽者有心。 莫許劉曉彤慢慢沒想到。 她不驚異的一句話,竟然直接導致袁詠儀和孫賢斷了一次聯繫。 有人說袁詠儀太敏感,沒有給張志林和孫賢解釋的機會。 有人說劉曉彤心機太大,故意挑撥袁詠儀和孫賢的關係。 其實說到底,袁詠儀太愛張志林了。她不想讓任何女人從她身邊奪走她喜歡的男人,更不想成為第二個許秋儀。 如果說朱音和孫賢是袁詠儀眼中的情敵。 那麼接下來出現的蛇絲曼應該就是袁詠儀的眼中釘、欲中詞。 2000年,張志林與蛇絲曼聯手在十月初五的月光中。 釋然一對幸福的小情侶引起觀眾震震掌聲,不少粉絲甚至對兩人點讚。 但正在笑傲江湖片場和陰答華一起拍戲的袁詠儀卻坐不住了。 她希望自己能有千里眼、有耳朵,隨時追蹤張志林的一舉一動。 不少媒體似乎也察覺到了袁詠儀的心情。 於是直接通過報刊間接將張志林和蛇絲曼傳情的消息間接傳代給袁詠儀。 一時間,張志林和蛇絲曼在大樹下談心。 有一會兒,蛇絲曼坐在張志林的腿上。 一時之間,兩人忍不住互相打情罵兆。 直到一隻蚊子不小心咬到了張志林的大腫塊。 蛇絲曼才輕輕地將口水塗在了張志林的大腫塊上。 遠在笑傲江湖片場的袁詠儀終於爆發了。 就算張志林不要我,也輪不到你。 據說為了打壓蛇絲曼,袁詠儀甚至答應了TVB的邀請。 而她向TVB提出的唯一條件就是要做TVB的修士女王。 刻意打壓蛇絲曼。 不僅如此,連張志林每天拍戲後都被袁詠儀威脅要回家過夜。 雖然這都是傳說,但卻是當時人人津津樂道的話題。 幸好,在袁詠儀的嚴防之下,張志林這個紅柱最終還是不能逃出她的手。 這大概是袁詠儀最引以為傲的事情了。 2001年,沒有辦婚禮,沒有轉界。 甚至連結婚照,袁詠儀終於如願成為了張太太。 然而,在男人的世界裡,除了感情,似乎還有很多樂趣。 就像張志林和曾志偉去曼谷最大的娛樂場所放鬆一樣。 沒有什麼價錢,沒有太多要求,服務也很輕鬆。 她有點緊張,大概是第一次來我們這類。 所以話不多,我們很快就結束了。 這就是張志林在所謂的娛樂場所走到的,會做太適按摩的美女。 值得一提的是,這位美女長得好似袁詠儀,因此得名泰國袁詠儀。 張志林說沒來得及辯解,曾志偉就怒斥媒體亂寫。 並聲稱他們只是在那裡吃飯,媒體拍到的根本不是他們。 眼看著輿論越來越發酷,真正的袁詠儀挺身而出。 她代表丈夫張志林解釋:「當我和她一起在泰國時,我們形影不離。 她一直沒有機會出去,更何況張志林也不敢做這樣的事,因為她害怕生病。 不過,在隨後的採訪節目中,袁詠儀透露了自己與張志林的生活細節,直言:「你玩得開心,最好還是必讓我看到你。 記得做好安全措施,不要把你的快樂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 袁詠儀的大方表現讓張志林安然到過危機。 但漸漸地,張志林發現大家關心的不是他有沒有太會按摩。 而是太過袁詠儀所說的,我們很快就結束了。 這不經意的一句話,讓張志林久久抬不起頭。 最後,還是黎智鄭松地說:「我相信他會沒視的。」 我這話是太袁詠儀說的。 或許是因為袁詠儀的心意,所以一向是做的袁詠儀,這次沒有生氣。 在袁詠儀看來,呼唱苦隨的態度似乎在這個時候就表現出來了。 婚姻就是這樣,互相理解,互相包容,在柴米油鹽中走到生活的樂趣。 因此,袁詠儀通過瘋狂買包,購物來發視慾望。 而張志林則願意成為妻子的提款機。 但正當大家還在感嘆兩人的幸福婚姻時,張志林卻被報出夜店醜聞。 緊接著,網友曝光了兩人搞戀愛的各種細節。 事件起因只是一張聊天截圖。 截圖內容指出,某位明星夫妻似乎形影不離。 各有各的事業,平時喜歡塑造恩愛夫妻的形象。 一時間,眾多明星情侶受到牽連。 包括職媚和李成遠,陳小川和英彩兒等。 但呼聲最高的卻是張志林和袁詠儀。 有知情人透露,張志林在廣州一家酒店從事一些違法活動。 甚至有人指出,她與酒吧裡一個名叫羅麗塔的女孩關係非常密切。 謠言宗教此事謠言。沒有真憑實據,之途也沒有提及名字。 都是靠各大網友的我回路。 雖然網上有很多人評論張志林的所作所謂。 稱她與袁詠儀的關係是假愛情。 不過,袁詠儀對很多傳聞並不認同。 不管別人怎麼說,她始終相信自己的丈夫。 也正是因為袁詠儀對她的信任。 張志林儘管深知袁詠儀的悲慘過去。 但依然願意和她一起走向更遠的未來。 畢竟幸福的婚姻來之不易,幸福的生活來之不易。 好了,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裏了。 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評論,請多多訂閱和關注。 我會持續為你帶來更多精彩內容。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